本台消息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持续的冲突 对土耳其的渔业 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为自冲突以来 在该国海岸附近发现了地雷 土耳其国防部表示 在该国海岸附近发现了一个地雷 这是三天内的第二个 并补充说 专家正在努力拆除它 这片水域也是当地人 非常重要的传统捕鱼区 周一宣布 这一消息 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 因风暴从电缆上脱落的地雷造成的 风暴可能飘到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地中海 地雷对我们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不敢去钓鱼 渔民亚萨尔说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加强了搜索工作 已发现地雷并消除空中和海上的安全风险 该国农业赫利业部还宣布 在其黑海沿岸暂停捕鱼 以确保渔民的安全 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冲突后 油价飙升 鱼业也遭受损失 因为我们的船是柴油驱动的 现在因为矿山问题不能补鱼 我们的经济损失达到了30%左右 由于冲突 我真诚的希望冲突早日结束 该地区将恢复和平 与民赛基普说